女孩开车去外地探亲 突然在这荒郊野岭处 看见了一个白衣女人 刚开始她并没有多想 可奇怪的是 她往前开了没多久 又在一个废弃的公交站前 看见了白衣女人 跟之前的女人一模一样 女孩觉得有些不对 定睛往后视镜看去 只见女人的头颅竟然直接掉了下来 吓得女孩顿时冷汗直冒 冷静下来后 她壮着胆子下车查看 可在公交站台环顾一周 都没有看到白衣女人的身影 正当她疑惑时 突然看到不远处的草丛里 有一抹白色的身影 尤美好奇地跟了过去 拨开草丛小心地向李张望 结果女人再次消失 只看到一具腐败的乌鸦尸体 尤美以为是长途行驶太累了 所以看花了眼 因此并没有放在心上 直接驾车来到了开酒店的婶婶家 此时的她并不知道 自己将会为这个决定险些丧命 婶婶和尤美的妈妈是好闺蜜 自从妈妈去世后 两家人也没了往来 从聊天中 尤美得知婶婶的儿子还在澳洲读书 并且母子俩每天都会通话 一番寒暄后 尤美也道出了此行的真正目的 就是将妹妹寄养在婶婶家 原来五年前妈妈上吊自杀后 同母义父的妹妹就被送进孤儿院 可就在几天前 孤儿院说妹妹患有人格缺陷 口语表达有障碍 还很爱撒谎 于是让尤美接回去治疗 可尤美才刚大学毕业 经济条件窘迫 并没有能力抚养孩子 只能先将她托付到唯一的亲人手中 婶婶听完也很理解 表示一定会照顾好妹妹 还热情地邀请尤美也留下来晚几天 尤美正想陪妹妹适应新环境 于是便答应了 可她并不知道 这个看似干净整洁的酒店 其实藏着不为人知的脏东西 尤美看出酒店很大 于是叮嘱妹妹不要乱跑 可妹妹却毫不在意 认为这才是捉迷藏的好地方 还没等尤美答应 直接转身就跑了出去 无奈之下 尤美只好放下行李出门寻找 可没想到就一会功夫 妹妹就跑没影了 尤美找着找着 就发现了一个地下室 顺着楼梯一路走下去 她仿佛看到了一个身影 正在角落死死地盯着她 可当尤美打开灯时 那个可怕的鬼影又消失了 她顿时松了一口气 以为光线太安看错了 而另一边藏在推车里的妹妹 也遇到了奇怪的事 她看见有个人静止站在自己面前 吓得她当场拔腿就跑 可跑着跑着就撞上了婶婶 婶婶没有了刚来时的和爱 反而神情诡异地指责妹妹 随后转身离开 第二天 尤美带着妹妹去附近的游乐园玩 正当她给妹妹拍照时 却发现对方没有看镜头 而是对着空气说话 回去的时候 尤美询问妹妹在看什么 妹妹却说在和陌生阿姨在说话 可尤美清晰地记得旁边的位置并没有人 想起院长说妹妹爱撒谎 也就没有多想 回去之后 姐妹俩又玩起了摸瞎子的游戏 尤美双眼被蒙住 周围传来妹妹的笑声 可下一秒又听见陌生的交谈声 突然面前扑过来一个黑影 尤美被吓得一把扯下眼罩 自己竟然身处黑暗中 打开手电筒一看 这里竟然是之前遇到的废弃公交站 尤美撞着胆子走上去 却发现站牌下站着那个白衣女人 她刚鼓起勇气想开口询问 就看见女人缓缓转过身来 尤美瞬间被惊醒 幸好这只是一场噩梦 可刚刚还在玩游戏的妹妹 却不见了踪影 尤美赶紧下楼寻找 却在一楼碰见了喝醉的服务员 见对方不省人事的模样 本想扭头就走 却服务员被叫住了 服务员对尤美寄养孩子 在酒店的是嗤之以鼻 紧接着告诉她一个秘密 酒店里经常闹鬼 405房间在五年前死过人 还是以上吊的方式结束生命的 死状极其惨烈 尤美瞬间就爆发了 因为这个自杀的人就是她的妈妈 而喝得醉醺醺的服务员 就在酒店里闲逛 不知不觉就溜达进了酒店的地下室 只见大片的血液流到她脚边 可她见状不但没有惊慌 反而异常地兴奋起来了 庞佛确定了什么 想要出去告密 可她刚踏上楼梯 地下室就闪进一个人影 直接关上了 当天晚上 服务员就化为厉鬼找到尤美 她告诉尤美 妈妈并不是上吊自尽的 而是被别人害死的 尤美连忙询问 可对方却开始自言自语 说自己时间到了该走了 随后便转身向外走 尤美不死心地跟了上去 想弄清楚妈妈死亡的真相 可刚追出门服务员就消失了 只有405房门孤零零地开着 尤美小心翼翼地走进去查看 刚一走进浴室 突然一具尸体 把天花打掉 把她死死压在身下 定睛一看 这尸体正是服务员的 同样是红绳上吊 与母亲的死法如出一辙 警察很快赶到现场 尤美还呆坐在椅子上 没缓过神来 这是一只手扶上她的肩膀 本以为是婶婶 可以抬头 婶婶正在和警察交涉 那这只手是谁的 尤美吓得瞬间汗毛直立 种种巧合的发生 再结合妹妹失踪一事 这次她终于相信服务员说的话 酒店里可能真的有鬼 于是在第二天做笔录时 向办案人员说出了自己的猜测 可对方听后只觉得是无稽之谈 甚至还怀疑是尤美故意弄丢妹妹 因为种种证据表明 妹妹对于尤美来说是个累赘 无奈之下 尤美只能独自去寻找妹妹 她一路找到了公交站后的草丛 在地上发现了一张寻人启事 打开一看 上面的人正是之前在路边遇到的白衣女人 尤美不愿放过一丝线索 顺着地址找到了白衣女人家 经过两人的一番交谈 尤美意外发现 女人的爸爸竟然认识婶婶 还说婶婶也是个可怜人 留学的儿子回来得了封闭 没过多久就上吊自杀了 尤美一听顿时觉得不对 婶婶明明说每天都和儿子打电话 难道她在隐瞒什么 想起近日发生的蹊跷事情 尤美越发地觉得这和婶婶有关 为了查清楚事情的真相 尤美连忙赶回了酒店 趁着婶婶不在 偷偷溜进来她的房间里 通过监视器 她发现了一间地下室 顺着底下管道一路前行 终于发现了一间干净的屋子 可刚一推门进去 就发现了一具风干的尸体 正是婶婶那位海外留学的儿子 这是一名警员突然出现 举着枪对准了尤美 原来警局又接到一起报案 现场情况与酒店的案件如出一辙 于是警员来到酒店调查 见到酒店空无一人 便自顾自地独自调查 恰好撞见了这一幕 这时隔壁传来一阵撞墙的声音 两人连忙顺着声响找了过去 一看竟然是失踪多日的妹妹 正诡异地撞击着墙壁 有美大惊失色 赶紧上去抱住妹妹 查看她有没有受伤 可奇怪的是 妹妹毫发无损 墙壁却被撞出了一个洞 警员谨慎慎地捅了过去 发现这墙壁竟然是纸糊的 她连忙迅速扒开了墙面 伴随着一阵恶臭袭来 只见里面摆满了面目猙獰的女士 还没等警员缓过神来 就被突然出现的 婶婶一刀刺了下去 当场就倒在地上领了盒饭 随后婶婶又把油眉绑在椅子上 用消毒水细心地为她擦拭手脚 此时的婶婶也不再有隐瞒 将真相说了出来 原来自从儿子自杀后 婶婶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 把儿子的尸体保存了下来 坚持认为她只是病了 并且不断找年轻女孩来给她配明婚 而那个白衣女孩正是婶婶的第一个目标 她好不容易逃到草丛中 却还是被疯狂的婶婶杀害了 而这一幕正好被感到的尤美妈妈看到了 但作为最好的闺蜜 尤美妈妈还是隐瞒了下来 不料婶婶变本加厉 尤美妈妈实在是受不了内心谴责 于是决定报警 狠心的婶婶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将好闺蜜也杀害了 并且制造成自杀的假象 得知真相的尤美彻底崩溃了 她一直以为妈妈不爱自己 才会如此决绝地选择了离开 想不到真相竟然是这样 婶婶却直接将一针针定计推进她体内 看着尤美逐渐没了意识 随后将尤美摆到儿子对面 准备进行配婚仪式 恍惚中 尤美好像听到了妈妈的呼唤 尤美 尤美 你转她 尤美逐渐清醒过来 她趁着婶婶在准备仪式的空隙 拿着花瓶狠狠砸下去 随后救下被绑的妹妹 就要从门口逃出去 可缓不进来的婶婶很快追了出来 两人瞬间扭打起来 尤美没有凶器而且受了伤 很快就落入下风 就在这关键时刻 尤美妈妈的鬼魂出现了 她操控着胸针移动到尤美手边 尤美抓住时机 将胸针一把刺进婶婶的太阳血 终于捡回了一条命 尤美逃出酒店和妹妹会合了 就在两人决定开车离开时 尤美看到了妈妈的鬼魂 这一刻她释怀了 原来妈妈是爱着自己的 故事的最后 冰死的婶婶出现了幻觉 好像看到死去的儿子活过来了 而尤美也接受了这个妹妹 无论生活多艰辛 也要带着妹妹一起生活